我是選擇成日 就是大年初一那一天 因為這個在我們的通書裡面 就是農民地裡面 農民地裡面有幾個字 像除日 還有成日 還有定日 這些日都有意義的 這古人所算出來的 就是在成功的成日那一天 好像在十二天裡面 它就會有一天有一個成日 這個成日出現的時候 就在青春的期間 成日出現的時候 就是你把大門打開 然後你向外 向南方大門打開 就轉向南 那麼做八步 做八步 然後念一個 請財神到我家 請財神到我家 然後你就走回自己的家 財神就會跟到你家 呵呵 那麼最主要是 就是成日 早上七點 早上七點 成日 然後向南方走八步 然後默念請財神到我家 你要喊得很大聲也可以 呵呵 然後再走回來 但是 我有宣布這個事情 很多人就開始問 到底要刷牙洗臉以後呢 還是不要輕心沐浴呢 還是要穿什麼鞋子呢 拖鞋可以嗎 或者要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啊 怎麼樣子 其實這些都是比較瑣碎的 你只要按照一個方法這樣子做 就算是一種禱 一種辣 財神到你家當然很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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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